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一方面证实了西夏国家的军队强大 建国后 我国的考古专家为了更好地了解北宗历史 他们对西夏国进行了深入了解 但是这个神秘的国度 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189年 历史上存在相关资料 一度让考古专家泛难不已 专家决定从墓葬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 在内蒙古林河县考古专家有了重大发现 原来考古专家在当地人的举报下 发现了轰动全国的神秘古遗址 这个遗址位于如今的林河县高游房地区 在专家的努力发掘下 他们从遗址中获取了大量的相关西夏的重要资料 这一经人发现立即在史学界引起轰动 据当时的考古专家描述 这里曾明是西夏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由于当时的考古条件并不成熟 专家决定紧急保护 随着专家考古技术的完善 专家最终决定对这处考古遗迹进行保护性发掘 初期出土的文物都是些陶器 钱臂 铜器什么的 都是些普通文物 对研究西夏国家没有重要价值 后来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在地下发现了另外一树墓室 里面全部都是黄金制作的精气 金光闪闪 像酒杯 碗 盘子这些都是黄金打造 并且制作工艺也极其精美 让人叹为观止 由此也可以看出 黄室生活的社民 后来考古人员在使用金属探测仪时 却挖出了一个陶瓷瓶 陶瓷瓶制作精美 是当时非常珍贵的艺术品 不过仪器发出的声音 应该是来自瓶子里面装的东西 果然倒出了一堆小玩意儿 也同样都是精气 甚至连磨指甲的指甲刀也是纯金的 真是奢侈至极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努力为您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明镜需要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